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时数怎么来呢 你有有理分化 你就可以对应到一个有理数 那同样你无理分化 你就把那个无理分化 对应的那个东西叫做无理数就好了 于是无理数就产生了 OK 那么 有理数加无理数 就确实能够变成时数 在这边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 实数的精确定义说明一下 首先 你有了 那个分化 有1 2 3 3种情况 但事实上我们不太区分1和2 因为你真正切到那个有理数 归属于A和归属于B都无所谓 你甚至可以把它融合在一起 OK 那么 从分化的角度来说 原来 你看 你是有 有理数 然后你切到有理数 我们把它叫做有理分化 那么非有理分化的 就叫做无理分化 那么同样的 对于数来说 你 有理分化一定是对应 某一个有理数 那么无理分化 就相应的 对应某一个无理数 用映射的观点就是 你有一个分化 注意哦 这时候数学的元素是分化 那一个 元素 是某一种分化 那它对应的是某一个数 对不对 比如说刚才讲 我们切到10 那么切到10 这时候AB两个集合是明确的 那么其实是一种分化 但你对应的那个点 又是10 是一个数 所以呢你完成了一个 两个集合之间的映射 而且是一一映射 嗯 不好意思 不太一一 因为你同样的一个有理数 可能有 一和二两种情况 但是我们把这种 重复性融合在一起的话 其实是一种分化 对应成一个数 那么剩下 你分化中又有新的分化 对不对 你没有切到 有理数 A中没有存在最大值 也B中不存在最小值 那么相应的 对应的那个数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 无理数 那你每一个不同的分化 你都可以定义出不同的数 那这时候 整个体系都是完备的 当然 在这边 我必须非常明确的强调 十数就这样 确定下来了吗 是的 从定义的角度来说 由分化 就定义出了十数 但是 它的 修修补补的工作 还有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希望 十数至少有 以下这几个性质 OK 第一 我们希望 它是 稠密的 稠密的意思就是说 好 你现在由 有理数 衍生出了十数 但是我不希望你 衍生出十数以后 你再可以衍生出一些 更密的 十数 更密的这个数轴 那么事实上 这稠密性是能够保证的吗 是可以的 我怎么样论证一番 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你在这个地方用的 其实是排除法 对不对 你只要切到具体的点 那么就是有理分化 你没切到具体的点 就是无理分化 因此你完成了 对一种集合求补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中间一个都没有落下 OK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 好 世界上有两只脚的动物 是一个集合 然后你再声称 所有没有两只脚的动物 或者不是两只脚的动物 我们把它叫另外一个集合 因此 这两种集合加起来 一定是世界上所有的动物 OK 所以这时候一个都不会再漏了 所以它的稠密性 是可以保证的 就是不存在说 比十数 更稠密的另外一种超级十数 当然你有维度的扩展是可以的 比如说 十数 变成虚数 而不是变成负数 OK 那那个是可以的 但这并不是稠密性的一个问题 好 所以稠密性我们认为就解决了 这是修修补补补的工作之一 还有修修补补的工作之二 就是它的有序性 有序性 有序性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希望任何两个十数是可以比大小的 因为如果不能比大小的话 我们连大于号小于号以后都写不了 OK 那么 十数可以比大小吗 有的同学会讲 你那个十数刚才是从分化来的 如果你分化能比大小 那么十数就可以比大小 那么分化可不可以比大小 当然可以了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 我们说 一个分化对应一个数 对不对 刚才讲 那个 比如说 同样是 原料是 黑 对不对 就全集 是全体的 有理数 好 你可以把它 让两种分化来写 一种分化是切成 A并B 并且A和B之间没有交 另外呢 一种是你切一刀切在另外一个地方 切在另外一个点 所以呢 就会出现另外两个AB 叫做A并和B并 那么这时候 我们把这上面的叫做分化1 分化1 然后呢下面叫分化2 好 那么如果这两个分化之间能够比大小的话 那么两个数就可以比大小 因为一个分化对应一个数 对吧 根据我们上面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它们怎么比大小呢 很简单 我们就这样定义 若 A 是完全 真包含于 A匹 的话 则我们说 1这个数 是要 小于2的 为什么 我们看数轴就 一目了然 不好意思 又没挡住 这是一个数轴 好吗 现在我们可以放心的画出一条数轴 如果 如果 我切了第一刀 叫做A 和B 的话 那么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我把这一 前面的部分都叫做A 后面的部分叫做B 如果呢 A这个 集合 是真包含于 A匹这个集合 那么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A匹是 从这个地方分过来 然后从这个地方分过去 左边都是A匹 右边都是B匹 才会出现 因此呢 带匹的分化 它的间断点 就是比不带匹的 这个更右边 对不对 那么更右边 我们就把它定义成更大的数 也就是说你不带匹 就是一个更小的数 于是呢 我们这时候很好的 完成了分化之间比大小 那么一旦分化可以比大小 那么时数就可以比大小 OK 于是呢 我们把分化的包含关系 延伸过来 作为 实数的一个大小关系 这是一种非常 完美的做法 OK 所以的话 这一点 有序性 我们也保障了 好 那事实上呢 还有很多新知哦 那个 当然因为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是学 人工智能 OK 所以的话我们并不会像 数学系的 学生一样 过于 反复的去讲这些 内容 OK 但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外门大学的 本科数学一二特训版 OK 非常感谢 是由北京大学的PhD 徐师老师 来为大家讲授 如果大家对这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了 但是对我们来说 其实最最重要的 就是一点 我们要 理解 什么是 实数 并且呢 因为实数有这样的一个稠密性 谢天谢地 我们可以展开整个高等数学的一个框架的打减 OK 那在这边呢 呃 大家已经了解了实数是如何构造的 这边我要重申一个非常重要的 呃 定理 那这个定理之后 也会用来 帮助我们构造 整个 呃 Epsilon Delta语言所定义的极限体系 那这个定理就是 单调 有界 序列 序列 存在极限 好 那这个定理请大家一定要记住 我们之后还会带 调用 我们把它叫引力1 好 顺便说一下 这个定理 怎么理解 OK 有的人会讲 单调有界序列 那当然应该存在极限啊 因为 它是有界的 那你 如果是一直变大 然后又有条 又有条界那肯定会 最后会停在某个地方 对不对 这就好像 你有一个天花板 就是这么高 然后你有个气球 又一直在上升 那你在上升过程之中 你肯定不能超过天花板 那么最后气球不断上升 最后肯定停留在空中某个地方 或者是干脆顶到天花板这个地方 因此呢 看起来很好理解 可是如果没有刚才所说的 实数的稠密性的话 那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为什么 因为 我们说那个 假设这时候 我们原料只有有理数 没有那么完美的实数的话 那这时候你想一想 比如说 在那个 有理数范围里面 有理数范围中 就是 我们把它趋向于 比如说π 3 3.1 3.14 3.14 15 3.141 一直下去 这样的一个序列 这是单调的对吧 然后呢 这是有界的对不对 但是它不存在极限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极限是π 但是π不在q中 OK 那这是一个非常 严重的一个问题 而一个完美的 实数体序 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这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有了非常 稠密的实数 因此呢 以后我们在连续性方面 简直可以说是 人党杀人佛党杀佛 OK 我们不用再担心这样的问题 因为我们一开始有了世界上 最好的这样的一种原料 那基于这样的原料 我们来进行各种揉捏 而产生一系列的对 连续性质的一个研究 OK 好的 那我们把这个引力 已经完全的呈现给大家 那么因为稠密性 所以能够保证这样的一个 引力的正确性 那接下来呢 我们下课休息一下 我们把 实数 这样的 非常 好的 新构造出来 热腾腾 还冒着热气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有没有什么 更有趣的性质 谢谢